這個地方 他會怎麼樣呢 他會產生錯誤 就是除以0的問題 所以 跑這邊的話 那就會跳這個 所以基本上 每一次跑應該都不太一樣 因為乱數跑出來 這個是by z 然後 也可能是 跑出什麼 跑出這個 錯誤訊息的話 除了by z 之外 也有可能是 autobomb 這個 這個就是 就是因為跑7 對不對 所以呢 他就會跳出這個 Exception 然後也會把這個 結果給print arrow message 把這個地方 把它print出去 那我們print arrow message 上面是有一個方法 所以我在上面 再建一個 或者是說我可以建在上面下面都OK 我把它建在下面好了 習慣都是放在下面 OK 那 組成是在上面 然後下面的話 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叫做print arrow message 然後並且怎麼樣 把這個 Exception 這個物件 有沒有 把它傳遞過來 傳遞過來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 get你的arrow message 然後呢 再把這個print 這個 Stack Tracks 把它輸出 所以這部分的話 就是再增加一個方法 做這個部分的處理 OK 那其他的話 大概是這樣 OK吧 我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就兩個以上的 這個arrow message 那 其實那個 另外就是說 Exception 如果各位要查 那個Exception 比如說Exception 好多的Exception 對不對 其實你可以用 Tricage包覆之後的話 用那個Exception 裡面的那個 Round Time Exception 其實都可以查得到了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不用背 畫面再先 再 再借給我一下 另外就是說 剛剛這個Exception 這麼長一串 如果你Trackage包覆之後 它只會Exception 1 那這個前面這個字串 不用背 因為為什麼 油標放上去之後 它會出現什麼呢 出現那個Exception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Round Time Exception 那所有的Exception 都會出來 所以你可以照這個順序有沒有 這邊這個 有沒有這個就可以把它複製 貼上就好了 然後呢 還有array 其他的Exception 這裡面應該都可以查得到 你可以用查的方式 去查到這個Exception的這個 這個 你的值 值類別 OK 畫面再好你多一下